前面高雄 陳總承套 有一個口災事件 造成許多傷亡 大家都感到非常地惨痛和不捨 我今天來高雄 主要就是和大家講的 就是探視商者及慰問民安者的家屬 也要感謝投入收眾的工作人員 包括第一線的警察 也要看醫護人員的辛勞 這次有許多位的離難者 不要向他們的家屬表達哀悼 廣歸人之地 我們也一定會協助處理後事 非受傷的醫院也會給予他們最好的照顧 在災後工作上 中央和地方會全力的行動 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社會上有很多討論 尤其是說在我們國家的制度面上 還有法規面上 是不是要進行全面的檢討 我已經請行政院及內政部 全面檢討強化建築管理 消防檢查 跟風格困擾制度 屋主的定化 中央一定要用最快的時間 跟縣市政府一起合作 我們要共同來全面的檢討 鑄傷同一個大維 特別是局部的 已經是局部的荒廢的老舊的建築 要立即進行環境整理 開出危險跟雜亂的問題 建立起我們所必要的社區管理系統 並且用東半東根來加速處理 這些大維 跟建築物的問題 抵抗 以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